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面转到一家同行恋夜店 逛着膀子的小帅拿着啤酒各种嗨 然后来到同行恋俱乐部 此时的小马已经拓光了等着小帅 一场翻云覆雨后 两人来到餐馆补充体力 当知道小马无家可归时 便邀请他住进自己的家里 这时电视出现了通缉杀人嫌疑犯的画面 主持人说 新一人有可能已经乔装打扮 大家不要在外面瞎嘚瑟 然后电视直接给了嫌疑犯一个特写 话说 这模样跟小马长得还真有点像 这边 长发妹跟着妈妈搬到小镇之后 龙涛哥带着长发妹来到小岛瞎转悠 却被突然出现的胡子哥吓了一跳 看着胡子哥的模样 话说跟刚才的通缉犯 还真有点相似 转场之后 老王带着小白下了火车 在路上 遇到了刚来小镇不久的闷骚哥 闷骚哥虽然话不多 但是勤劳能干 仔细一看 还真有点像那个杀人犯 小白到了小镇后 慢慢出落得更加迷人 在给父亲送便当的时候 和闷骚哥萌发了小感情 人们因为小白曾经的经历 在背后嘲笑小白 只有闷骚哥不在乎 老王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幸福 但是又对这个来路不明的男子充满疑虑 转场之后 长发妹逛街的时候 碰到了胡子哥 于是找了一个地方叙旧 随后就在街上瞎转悠 可是转眼间 胡子哥就消失了 就在这时 两个科多的美国大兵 对长发妹起了歹念 直接把长发妹就地给趴了 而龙套男 却躲在垃圾桶边 不敢出来 知道真相的长发妹 对龙套男产生了不满 这边老王调查后发现 闷骚哥这些年 名字一直换来换去 这里面似乎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白说 闷骚哥原先家里是做生意的 但是生意失败 还欠了高利贷 在黑道的逼迫下 还差点丢了命 所以才隐性埋名 艰难地过着日子 老王几乎相信了这个理由 可是当老王在电视上 看见通缉犯的照片时 顿时蒙蔽 小白看到这个消息时 对闷骚哥的信任 也顿时瓦解 打电话给闷骚哥说 如果人不是你杀的 就在中午之前回来 闷骚哥还是没有回来 小白在大雨中回到了家 顾着说自己报了警 在警察调查后发现 闷骚哥并不是杀人犯 老王爹坐在门边 小白抱头痛哭 大概爱就是这样 越是在意 就越是怀疑吧 另一边 小帅发现小马 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吃饭 小帅试探地质问小马 事情的经过 到了晚上 小帅在电视上发现了通缉犯的照片 简直和小马一模一样 信任摇摇欲坠 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猜疑 小马选择了离开 小帅终于在咖啡店 找到了跟小马见面的女孩 原来她是小马的妹妹 而小马却因为癌症去世了 回去的路上 悲痛的小帅边走边哭 因为他知道 他最在乎的人已经不在了 带着不被信任和被丢弃的遗憾 永远地离开了 转场之后 无法原谅自己的龙套男 跟胡子哥谈怒了心声 胡子哥告诉他 其实当时我也在场 但是我也不敢上前阻止 在获取了龙套男和家人的信任后 胡子哥对他们家大肆破坏后逃逸 龙套男在小岛上找到了胡子哥 原来真正的凶手是胡子哥 胡子哥受到了来自社会的不公待遇 所以心中充满了愤怒 他一边想要拯救痛苦中的人 另一边却想从他人的痛苦中感受愉悦 龙套男一怒之下杀死了胡子哥 这是一部非常特别的电影 让人深陷的是 一种对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 最终所见的 不过是掩盖人性自私懦弱的遮羞部 因为没能遇见你 所以失去了你 因为曾经那么相信你 所以毁了你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怒 习惯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